这张对于李瑞英而言终身难忘的合影 拍摄于1959年的河南信阳 也就是在这一年的深秋 信阳所属的18个县中 有15个县开始有越来越多的农民出现非正常死亡 李瑞英原河南信阳地委委员 从1959年10月到1960年4月 河南信阳地区所属的18个县中 有15个县出现大批农民非正常死亡 史称信阳事件 这是 他全是为了我 你心里要有数 为他去 也不他有错过了 就牵连了我了嘛 牵连了我这去 后来以后我两个上一上以后就去整个校 就学了以后 小孩我也不见了 也看不见了 也不敢去找了 也没有时间去找他们了 不管了 就是说万一咱有这 咱有这 学习完以后 还不知道谁是谁活呀 还不知道谁怎么样 咱们整个校这几年 我们到信阳事件上整了这个校 就在信阳出现大批农民非正常死亡之时 曾经是中共信阳地委委员的李瑞英和她的丈夫 信阳地委副书记张树藩 正在因为信阳发生的事情遭遇批判 我带着小孩 我带着我小刘 最想的这小孩去正中看她 去看她的时候啊 我们要做这事 平凡以后 又再正中 装着这 1993年 李瑞英和老伴张树藩 已经离开信阳近三十年 然而三十年前在信阳发生的一切 依然让两位老人心中难平 这一年 病重在床的张树藩 写下了这篇近万字的文章 1953年 河南省黄川与信阳合并成为新的信阳地区 也就是在这一年 在河南的不同地区工作了多年的张树藩 李瑞英夫妇终于团聚在了新成立的信阳地位 为于河南省东南部的信阳地区 是河南省重要的粮棉产区和茶叶 毛竹 油桐等经济作物的主产区 素有青山绿水 玉米之香的美誉 我就经常带来干部瞎想 我的任务做也是瞎想 穷团嘛 你就是任务你的穷众 穷团就是穷众工作 穷众都得弄错 就得得弄错 经常瞎想 搞调查研究 跟穷众同吃 同做 同劳动 那个上报下答 搞调查研究上报下答 整天就是告证 1956年8月 因为在担任信阳专区复联主任期间工作成绩突出 李瑞英被中共河南省委批准为中共信阳地委委员 而此时 李瑞英的丈夫张树藩 在信阳地委担任地委副书记兼行政公署专员 他在信阳地区到了13年转远 他到信阳地区到了13年转远了 对信阳地区一草一木一山一水 穷众的生活 穷众的生产 他都了解 因为他是转远 行政手照 搞生产经济 搞生产经济 58年以前搞生产经济 他在第一线 直立坏河 向阳邦主席合作 直立坏河 红河 乳河 他在第一线 休戒拿完税库 他给老婆在过午铺里 睡在过午铺里头 1958年春 位于信阳地区 穗平县的茶崖山 成立了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 6月12日 人民日报头版刊登了新华社记者 才写的一则消息 卫星农业社发出第二颗卫星 第一次正式把爆高产称为放卫星 文章中提到的卫星农业社 就是信阳穗平县的茶崖山人民公社 水瓶擦芽山 五八年里放了一个卫星 一目的 一目的不能擦几百斤 十五百斤就不少了 结果他一下就是 爆了一个七千三百二 一目的擦七千三百二时间这个麦子 也就是从这一年开始 在自上而下层层提高生产指标 和批判保守的压力下 全国的农业生产很快刮起了一股 虚报产量的浮夸风 1959年的河南 不断刷新的高产卫星 早已使这个全国粮食大省 成为了大跃进中的一面旗帜 作为河南省粮食主产区的信阳 是河南全省高产卫星放的最多的地区 这一年的初夏 在信阳地委担任委员的李瑞英 接到了一个特殊的任务 我今天陆山会议就七月 七八月上 陆山会议 陆山会议要开的时候 这些我们想要不是村民了 想要发了这么多危险 想要是全城地人啊 发危险发的最多的 隧道 几国山隧道一碗井 还有哪里几碗井几碗井的 随便胡扯 随便说 我们的村民了 所以这不是这陆山会议啊 他们想终结他的经验 关注陆山会议的时候 为大伙先礼 就让我带上公子终结调查 到信阳县急共山想 信阳县急共山想去调查那个 经济调查 搞经济调查 搞经济调查就是终结他的经验 他一碗井隧道 说他一碗井隧道 他的经验是什么 等陆山会议挂持的时候 我们给他介绍经验 我们一碗井怎么大的 信阳县急共山乡 曾经闻名全国的 水稻母产万经红旗乡 1959年6月 李瑞英带着一个工作组 来到了这里 这时和信阳的其他地区一样 急共山乡正在遭遇一场 百年不遇的大汉 百人不下雨 哈利那个刀药就干了 那货才可以插着了 百人不下雨 那水道中得水到水到嘛 得有水啊 没有水他的活了 所以这个事怎么办呢 我说咱去 我说我带里棍子住 调查住 我咱晚上去 白天不能走 那那那那 看哈利的人啊 都说那失授警 那失授警蒙在头上 等晚上我们几个调查中的头子几个人走了 中的那散灵头也害怕 上散 就大散灵头很多东西 也害怕 结果我们中的中的呀 天洁门头又动进了 天洁后面又动进了 我说学中大日本时候的 咋搞的 干什么的 只要叫他 吓唬他 他说 送饭了 送饭了 说什么饭了 他说给扛下来 给扛下送饭了 来了 以后我们都站住了 都站住这后头都去看 看送了什么饭了 他说 嗯 现在照道没有下来 没有大米了 没有米吃了 照道还没有下来 摸不成米 结果跟回来以后啊 从锅上录 从锅上给他看看 散在太阳看看 看看再摸 还摸不成米 还是摸成米了 摸成米了 所以他就给那个送饭 看看里面吃了那个糊涂 把它摸了那个面 那照道的面中 放在这里糊涂 调料都料糊涂 在后来的调查中 李瑞英才知道 传说中 水稻母产万斤的激功山乡 面糊涂 几乎是村民们的唯一食物 就连他带领的调查组 也只能吃这样一种 不抵饿的食物 结果去了以后呢 不但没有能吃 精液来 而且呢 他们说那个 他们说那个 一挖精隧道啊 没有 那大小队干部 都是没有 他说 不但是没有一挖精 不但是没有摸擦 一挖精隧道 而且一千斤也没有 七八百斤也差不多 所以七八百斤也差不多 就差不多了 本来肩负着汇报 激功山乡 水稻母产万斤 先进经验的李瑞英 在调查到真正的事实后 找到了一位 在激功山公社 有经验的基层干部 和他一起琢磨着 如何解决激功山百姓的 吃饭问题 他说要咋给他酒药 如果要咋拍拍杯 如果他这个底里 底边要种的 有拿瓜 豆卷 玉米 他那边种刀子吧 咱就给他干一天八两吃 要是种的少了 就干十两吃 要没有种的 就给他吃十二两 只要咋拍拍队 看到街上造刀 到街上造刀 需要多少粮食 就是啊 我就想开会 就跟他大队手机 跟那个响大队手机 大队都说了 上一号一号开 开了大队手机会议一会 就叫拍 大家豆拍 都拍 各大队里都拍拍 需要多少粮食 哪有多少人口 只要吃 你到了街上造刀 需要多少粮食 豆拍 拍了拍最后是 二十一万斤粮食 难道公社当委就发愁了 不干给上半月 你这碗叫红旗香啊 它得爆红旗啊 还得给线维 线维数据的点啊 线维数据过来 把线红旗点 你只要不把它红旗 没有人给它走了 1959年7月 从激公山乡 回到信阳地委的李月英 给地委书记陆宪文 写了一份报告 请求地委向激公山乡 调拨二十一万斤粮食 以解决当地百姓的 吃饭问题 写了以后呢 后来我又带上油情 不但是问题没有解决 还有给我带了个油情帽子 1959年夏末 河南信阳遭遇了一场 百年不遇的大汗 整整一百天 不见一滴雨水 秋凉的大面积欠收 似乎已成定局 这时李月英的老伴 分管农业和财贸的 信阳地委副书记 张树藩着急了 他在事先 没有跟地委商议的情况下 召开了一个 各县市有关负责人 参加的紧急会议 他就开参谋书记会 他没有跟地委商议 他开参谋书记会 开参谋书记会 搞什么的 搞生产急灾 他说呀 今天 他这么讲的 抓一次就要抓他了 今天大汗一百天不下雨 汉在一场定局 汉在一场定局 一场定局就是决定了 他自己定了 地委没定了 汉在一场定局 我们大家 有机灶做好种笔 买点这个 财物不是挂财物 买东西吧 机灶买上那个 造树的种子 种在地头能造树 造一点树的 材质人啊 造一辆面上这个 这些造树的种子 把汉在消灭 再冲击一切 不久之后 信阳地委召开了一次 常委会议 让各县上报 秋收预产 让张树藩大为惊讶的是 参加会议的 九个地委常委中 竟然有八个常委认为 1959年 对于信阳来说 是一个特大丰收年 他们认为 这一年的秋收产量 应该比上一个丰收年高 是大丰收大药警 残量的是 双到七十亿 双到七十亿 张树藩一个人 八个常委是七十亿 比那五八年 六十亿 比五八年还多了 所以他说 说这个 说这张树藩 这个 你这个 张树藩出来 张树藩说 整年大汗 整年大汗一百天 不下雨 这个 这个 查了 检查 这个 最多的 他说是 三十 三十亿 二十吧 二十多亿 三十亿 差不多 最多的 也超过四十亿 1959年9月 河南省委召开了 贯彻庐山会议精神 扩大会议 会议的第一项议题 各地委书记 预报今年的 秋收产量 信阳地委书记 陆宪文 没有参加这次会议 受托代表 信阳地委参加会议的 张树藩 在报上了 信阳地委 集体讨论定下的 七十二亿金 秋收预产后 向省委表达了自己 对于这一 预产数额的怀疑 这引起了 河南省委的注意 河南省委 给他报上了 这一张产量 给地区不消化 省委扩大会议后 张树藩回到信阳 主抓这一年 秋季粮食征购 由于省委 仍按1958年 大丰收的征购标准 把农民的很多口粮 和种子粮上交后 整个信阳 才勉强完成 十六亿金的征购任务 这一年的秋收钢丸 信阳很多地方的百姓 只能以红薯叶 野菜冲击 甚至出现 桃荒要饭的现象 因为农村里边 农村里边 没有吃的粮食问题 省里边上街 省里边要粮食 秋季大了 没有打那么多粮食 要那么多粮食 把秋季扣粮都拿完了 秋季不是都闹吗 闹了以后 乡里边干部 乡村里干部 未发乱急 打把秋季 还有当事人的 1959年 全国粮食减产11% 征购数 却增加了14.7% 因为饥饿 农村中群众 与干部的关系 越来越紧张 就在这时 中央发出了 反满产私分的指示 认为农村中 出现没粮食的根源 在于有人将粮食 隐藏起来私分了 在这时 这是满产了 这人是一目的 产这么多粮食 怎么整够粮食 能弄不起来了 整不起来了 它没有那么多 你说可以说 你整够着要实际的 反满产 这个地位都下去 常委下去 各县 参加那个反满产会议 把生产队长都找到在县里 最近在县里开会 或者是这个 说 你操了多少粮食 他操了多少粮食 一粮食够大 你生产这么多粮食够大去了 就这样 信阳地委响应中央的指示 抽调了大量干部 到信阳地区各县 开展所谓的反满产运动 身为信阳地委副书记的张树藩 也被分配到穗平县 开展反满产工作 1959年深秋 在中央发出 在广大农村中 开展反满产私分的指示下 主抓农业的信阳地委副书记张树藩 被信阳地委调到了穗平县 开展反满产工作 他去了 参加养在县里面正在开会的 生产队找团级都来了 删机干不回 生产队 公社县里不删机嘛 删机干不回 他去看了看以后啊 他老都没他知道挑战的事 他去看了看以后啊 都没人啃事 开会的 他转眼了 跟不说了 不啃事 不啃事他小团级啊 小团级 拿出来个原子笔 拿出来个原子笔 我就折 不是说饭满产的嘛 谁拿了国家里就了事了 他说没有拿国家里 团级不是都有 得有笔嘛 他得有笔建账啊 他说就是国家里嘛 就这个笔是国家里 他说我拿出来 他说我没有那些 我这么这个笔 就拿了国家里 拿出来了 所以反正在那看不可就看看 看了这个情况 国家里求去不对劲啊 怎么没有一个人帮忙擦凉 这不都开会了 让小组会透露 怎么不说他的过事了 一个过事一个过事 再透露 他再不说他买了多少料事 怎么拿出来个原子笔了 难道解决什么 这时包括岁平线在内 信阳的很多地方开始出现 大量农民外出逃荒现象 饥饿导致的腐种病 也越来越普遍 他这个那个他的秘书 遇到后 个秘书就坐了一车 他就去到一样 第二个呢 开了两个公司 开了两个公司 是他停火了 这不是他看到实际了 他开了两个公司 两个公司没有开火 没有发尺 结果开了以后呢 他知道了 不信了 以后又走了以后 回去就开会 又开两个公司 看了好几个生产队啊 看了以后就不行 还有人好像是 还有人逃荒的 他看见 好像还碰见有人逃荒的 他说这有问题 活到现在开查备会 说呀 这个满产 他现在成了这个有 现在成了又犯了又满产 再说解决这个 没有这个问题 他说呀 满产可能有 给鲜味开会 因为鲜味停了 上班了 满产有啊 他说满产可能有 但现在呀 就是石头停火了 我看现在是 先停止 饭满产 先把大草库 把草库打开 把草库料是拿出来 给石头停火 就开火 给石头停火 开火 给石头开了火以后 大家吃饱肚子以后 坐下来 大家吃饱肚子以后 坐下来以后 再犯马产 张树帆知道 因为浮夸 虚报产量 碎平县 还存留着 七百万斤 蒸垢粮 他决定 动用这七百万斤粮食 解决群众的生活问题 那个先为不敢 先为说不敢 你的大草库 你整成为统一的 你成为批准的 他呀 他因为他这些 农村的开轮 老鼻子饿着 没有开火 他接了 他说不行 等成为批准啊 那到什么时候了 等成为批准以后 这人都饿死了 他说 你们怕扶着了 我扶着 在上班追究的时候 我负责 在他一边 他那边 给地位路线 我写报告 给他 地位数据写报告 他一方面开场 他说 他看见了 看见全种饿的 原来他害怕 他说 你不跟他吃都饿死了 所以他接 1959年12月 整个信阳地区 开始大量出现 饿死人的现象 碎平县 因为动用了 七百万斤真够粮 饿死人的情形 没有其他的地区 那么严重 然而 此时的张树藩 却开始受到批判 就说他 你 你老张 叫你瞎想饭晚餐 你一净粮食 没有饭出来 你一净粮食 没有饭出来 你还把国家的炒正够 你千万多万斤粮食 你都去开草拿了 你好大的袋子呀 你不经身为批准 你好大的袋子 你拿出来 给开了厂 就是一条冲啊 原子冲啊 你开厂了 你开厂把 国家的粮食拿出来 这谁都不干了呀 庐山会议结束后 张树藩被划定为 河南省信阳地区 幼青分子的典型 在信阳地委 接受无休止的批斗 就把他放起来 放起来小批的时候 就把他叫出来批 像在那些批着的 在抓住扩大会上批 在盖部会上批 就跟他听说这几个结论了 这几个错误 就停止了 软经起来了 就在他坐在他的傻 天天一个人坐在那屋子里 坐在那屋子里 一个人都不去 谁都不把他家序 张树藩深陷于批斗 与检讨之时 也是信阳地区 饥荒越来越严重之时 1960年春天 整个信阳地区的公共食堂 普遍断炊 许多村庄几十天 不见一粒粮食 腐种病开始大面积蔓延 死于饥饿的人 也越来越多 优优独播剧场上